A股上证指数已经重回3300点以上 港股恒生指数也逼近19900点 事势基本上算是首稳了 初步确定了短期底部的位置 上期指出A股或港股 可以用底线思维进行策略性买货 分别为上证3180点 及恒指19400点 若然适当把握时机吸纳 现在应可以收割去过一个愉快的五一价其了 不者也是上述的操作 再者两三天的短炒 不少股份都录得超过5%到10%的升幅 账面利润十分不足 我在周五把录得较大利润的股份先行获利 套现50%左右 其他的就等待价期后 再往上冲一波再算 港股外股最近热炒的都是大消费 从旅游到餐饮 再到交通运输各个层面的股份都猛胀了一波 加上部分过去两年因客观情况而业绩建红的股份 最近均公布令人惊喜的好消息 有被压多时的股份更录得超过15%的即时涨幅 若然内心的价值投资者或早前潜伏好的聪明钱 最近应该是到了大收成的时候 另一方面 最仇的板块应该是新能源类别 相关股份无论从高位回调 还是题材的生不逢时 都成为市场偏向解读的原因 结果是升市时账幅不多 跌市时就出现超跌 相信在五一假期后 随着消费方面的明确性更充分的论证 各方研布会重新吸予新的股值 同时引导出的需求则数据 让投资者对各产业周期有新一番的见解 如此 板块之间的轮动会更频繁 主旋率或会有所改变 大家记得假期后要多做功课 之不知时 你会指数又回事一百零二 黄金跌至二千美元以下 但仍在我的目标一九五零美元之上 观察最近的国际局势暗藏洶涌 各大势力你来我往 黄金顺理成将地成为超级大户 作为投注或买保险的最好筹码 所以黄金的交易量肯定能保持在高位 这更有利于专业投资者的操作 配合技巧做适当的波段操作 将会是未来一段时间最好的经常性受益 最后提醒大家要认清一个重要的变化 未来一段中长期时间 商品的价格走势比股市 更易预测及操控 依然在超级弹底较 成威邦 达到自然而言 虚似工法 东方的 请 刚